葵偶不知道多久我總算又進電影院看電影 這部電影就是 Onward Onward是皮克斯季 可可夜總會之後 葵偉三年又總算推出了原創作品 本來是備受矚目的一部作品 但是卻很不巧地遇上了疫情 Covid-19 A new disease What can we do 他就只好先在串流上線 然後台灣的部分也是在5月22日就巧巧地上映了 好像沒有什麼存在感齁 那這部電影其實在迪士尼那一部也是一直以來都沒有什麼存在感啦 那他的開發計畫其實早在2013年就已經開始了 那當初是怪獸大學的導演Dance Gallant 他跟上層提出了這個提案 那高層就是一個 欸Jerry我們的那個排程上還有哪些電影啊 恐龍當家 海底總動員2 葛可夜總會 汽車總動員3 超人特攻隊2 文具總動員4 喔那這部是可以做啦 但是不急啦不急 請問你最近沒事做很閒喔 那你可以先開始慢慢弄 然後一弄就是弄了7年這樣 Jerry是誰啊 所以其實Dance Gallant 他在怪獸大學結束後沒多久就開始製作Onward了 那這部電影也因為沒有黨期的壓力 創作的過程跟一般的迪士尼皮克斯動畫片很不一樣 一般迪士尼家的片呢都是一鼓作氣 大家一起brainstorming 討論出plot 然後再依據這個plot去發展storyboard 那這部電影的製作過程呢 就跟我上次講的攝影少女的宮崎駿的風格很像 他是用非常大量的storyboard去拼湊 組合而成的 那運作的方式呢是每位動畫師都丟出一小段片段 大家討論之後就決定這個片段的序流喔 他們稱之為fishbowl meeting 那最後累積累積這部電影有高達97759個storyboards 應該是皮克斯電影之館啦 那這樣說過程方式看似比較沒有一套紀律 但是也意外可以擦出蠻不錯的火花 在敘事上呢可能也更有溫度一點 畢竟這是改編自己導演他的親身經歷的故事嘛 就像片中的Ian還有Barley Dance Gallen還有他的哥哥呢 在非常年幼的時候就失去了他們的父親 那當時他自己是1歲哥哥是3歲 他對爸爸一點印象都沒有 那哥哥也是幾乎不記得爸爸 所以從小到大呢 他們最好奇的就是爸爸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我們跟他有共同點嗎 如果他在會怎樣 那Dance Gallen家呢有一個家庭錄音帶 意外記錄了爸爸測試器材時候的聲音 那錄音帶裡面呢他就只有說hi還有bye 於是他就忍不住想 見到一個一直想見的人 然後又跟他道別的故事好像很不錯 那onward的故事呢就這樣產生了 這段真實故事也有被放進onward裡面 但是對他本人來說呢 這樣的故事呢 似乎是要往哀傷的切點去 然後就覺得非常的困難 畢竟他並沒有實際經歷過喪腹之痛 他根本就不認識自己的爸爸 他跟他媽媽談論到這件事情 他說自己不知道該如何拍 不真的可以到星坎裡的電影 因為他並不會因為這件事情感到哀傷 他根本就不認識爸爸啊 他媽媽回覆到 這就是最愛傷的地方啊 他才覺得啊 對 我們不見得受過傷 但是我們多少都有些先天的不完整 那這種不完整呢 其實會讓我們多少有一點哀傷 他需要說的是接受這樣不完整的故事 而不是沒有爸爸有多痛苦這件事 焦點了就變成一眼還有哥哥之間的關係了 在提案一致任途讓爸爸只有下半身回來 這樣的構想非常有趣之後呢 這部電影也變成有點喜劇調性的 Body Film 還有公錄電影的感覺 非常不皮克斯 但是意外的有味道 Body Film 讓故事背景發生在一個 曾經充滿魔法 但是人們選擇遺忘魔法的世界 並以兩個青少年為核心 一個這次極限認為有爸爸自己才會更完整 進而忽略自己已經擁有的 那一個為了要補足遺憾而改變自己 變得叛逆不羈 為反抗而反抗 一路的魔法世界 還有青少年的迷惘相呼應 就撞出了蠻有意思的化學效應 也透過更明顯的方式去結構 人們總愛選簡單的路走這樣的心理現象 每個人都曾經會魔法 卻因為魔法太難操控 而開始依賴方便的科技 自然一眼覺得有爸爸他的人生就會更好 事實上這是一種對現實的逃避 人們總是走捷徑 反而錯過走蜿蜒小路 或是翻山越嶺才能體驗到的美好 找回爸爸的上半生這樣的強烈鬥雞之後 兄弟倆就被迫開始冒險 進而更認識自己還有彼此 非常成槍爛掉沒有錯 但這部電影充滿著一種 帶著私人情感的溫度 這也是為什麼 故事在一眼終於認清自己 原來什麼都不缺 原來哥哥總是在他身邊 選擇犧牲自己的機會 讓哥哥和爸爸好好說再見 這個時候可以特別的動人 因為他真正接受了自己的不完整 找回向前的勇氣還有自信 同時也替自己心愛的家人補足了缺憾 這部電影做的最好的地方 並不是去探索魔法世界 而是緊扣在兄弟情上 這可能也是很多人覺得失望的原因 因為以一個皮克斯電影來說 這部真的算是相對規模比較小一點 但這種私密的情感 只是以往的皮克斯電影所沒有的 只能說他的受眾應該是相對小一點 有所做的人應該更容易因為這部電影感動 導演 Dan Skeller 然後他分享到自己聽到電影裡面 E.M.對錄音帶說 Hi Dad 的時候 內心有一點波瀾 因為他自己從來都沒有交過任何人爸爸 不過當他跟媽媽分享這個心情的時候 他的媽媽去跟他說 喔!你有教過爸爸啊? 你小時候最先學會說的幾個詞 就是爸爸 艾斯爾雖然自己已經不記得有親耳聽過爸爸的聲音 但至少爸爸有聽過他的 好!那以上就是我對於Onward 也就是二分之一的魔法的一個分享了 那這部電影呢 我看完之後其實我是蠻喜歡的 在我心裡的好看度呢 有超越可可夜總會 因為我這集是比較偏好的這種 比較personal 然後有點小品感的電影啦 但是規模比較大的電影呢 我就是比較難被打中吧 所以這次的Onward呢 我意外是還蠻喜歡的 雖然我是覺得整個冒險旅程 和這個魔法世界的連結度 好像有一點點太低了 好像這個故事不是發生在魔法世界 也沒差的感覺 整體來說我是喜歡的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歡迎已經看過Onward的人 可以分享你們是不是也喜歡這部電影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